大家好 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沙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盘录像 这盘录像非常精彩 是江东的五爹地孙坚和他的儿媳妇小乔 发生了一段故事 然后咱们看录像 这个主公选择了孙坚 然后看看场上其他的选量 二号位寻遇 三号位小乔 四号位孙权 五号位甘宁 六号位法证 七号位佳曲 八号位徐树 我们在镜面上看 也很难看出谁是什么身份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孙坚主公尽量不要选法证做法 因为孙坚杀你法证 孙坚是不怕掉血的 这点大家要明白 大家咱们先看 这个上来杀一下主公 这个是个反罪 然后也没有屈虎 小乔 小乔跳钟了 我拆了他八卦 他打的还是比较精彩的 火攻肯定是辆黑桃 这寻遇还知道续牌 续了一张过河拆桥 这个懂得续牌的玩家 还是很不错的玩家 然后这星辰 今天大志恒 谁也没有 谁也没有去搞 也没有决斗 他没有决斗寻遇 其实他就已经跳法了 他如果要是 顶多也就是个内奸 如果他是忠臣的话 他肯定就是决斗寻遇了 这干净被乐了 什么也没做 看法证 法证也什么都没做 贾许呢 贾许杀了下徐述 这个就宝说了 不过他杀了下徐述的目的就是 反正是一伙的你也会举荐 不是一伙就白杀呗 就这意思 杀徐述和杀刘备的意思是一样的 然后他反过来杀家徐 没有杀主 这个应该是个忠臣 防举荐 这就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应魂给徐述 先把孙权的加一拆了 然后再顺寻遇一张牌 这个时候寻遇这种神将就是在前期必须要急我死 所以说就是搞寻遇也没有任何问题 他一许换一牌是非常非常不值的 这留一杀一闪了 无限 这顺肯定是要打无限可击的 这时候看他拆 他拆他主攻并没有打出这张无限可击 目的就是要用这张k点来 在坑寻遇的血 就对于孙杰来说 加一也并不是很重要 假如你当初打出无限可击了 然后就是坑了徐述一血 这样 所以说这个出牌非常正确的 这个现在前期急我寻遇 寻遇补牌补不起来 否则你到后期寻遇和孙权配合起来还是很犀利的 然后孙权就一直在这酱油 谁也没搞 因为后面这几人身份确实不明 谁都没有动 然后加学院不是干净也没有动了 气了张闪 法证跳反 法证是反贼 孙前主我非常不推荐法证做反贼 你孙前不怕你的恩怨 像孙前梦霍这种主公 尽量不要选法证做反贼 看看加学 加学是反贼 这么看来 这个干净应该是内奸 他一直也没有动 刚才他 就是没有 第一下没有闪法证 这非常正确的 防加学久杀 然后给小乔补牌 还是继续杀巡运 巡运现在是没有补牌空间的 这个要驱虎的 驱虎的手里全是小点 肯定是 徐补一又得坑徐补一血 孙前梦霍主 还是先打终身比较好 不过这个小乔补牌 比较难打 只能先打徐补 先激活徐补 驱虎 没有办法 手里全是小点 拆法证 估计是想拆桃子 这个排序非常正确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细节 先过拆后顺手 骗无限 有很多玩家 可能不太注意这细节 大家还可以注意这细节 这孙前并没有制衡 说明他手里肯定有桃子 肯定有大量的桃子 否则群玉现在空手牌 他肯定会 他肯定会去制衡找桃子 所以说他肯定手里大量 至少有两个桃 刚才被拆了一个桃 我感觉定孙前应该手里还有桃 然后开了一个桃园 这个桃园对反对方还是比较赚的 孙前没技能了 然后徐补也不能回血 还给群玉回了一血 其实现在忠臣非常被动了 徐树 徐树好像是没有桃 然后小桃吃了桃 其实我跟大家说 徐树是有桃的 他为什么没有吃呢 就是防止贾许的玩杀 否则你先吃桃就死了 大家也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看到没有 这个群玉玩家还是玩的很不错的 并没有先吃桃 就是有的时候包括孙权主公有夹取反的时候 主公也要注意这个细节 然后他手里没有闪了 就全举荐出来等死了 然后主公这手牌非常不给力啊 没有大点 然后杀一下 主公拖管的意思就是 反正也没有大点了 你随便一驱 驱使徐树就裸奔了 这没有办法 最大的一个八点 人家只要稍微大一点就可以去 决斗干凝 这没什么问题 干凝 徐树就死了 就下一个急火对象 就是干凝了 这个要裸奔了 小桥还有桃子 其实现在主中方就就干凝 有点技能 其他都跟白板没有什么区别啊 孙权又制衡 你看孙权制衡了三张手牌 孙权肯定还有一个桃子 至少有一个名桃子 这没有桃子了 也救不过来了 这干凝还离馅了 悲剧的 这干凝又回来了 这回来真是时候 看能不能拆找什么好东西 拆张杀的 下一个急火目标就是干凝了 这时候放五五是很赚的 反正也可以拿四张牌 这个九肯定是不能给群遇的 他拿走张黑牌 乐住足 其实可以考虑乐干凝 因为瞬间现在没有什么输出 基本和白板差不多 可以考虑乐干凝的 然后宾渡干凝 干凝也得要悲催啊 这成了下一位急火目标 天然还天然解乐了 这手牌很给力啊 主公出手非常狠啊 直接把内奸连上就要带走反贼啊 出手真够狠 但是孙权绝对有一个名桃 这肯定带不走的 你仔细观察孙权的智商 其实就能发现很多问题 所以说他肯定是有名桃的 然后这一去五干凝就去了 看干凝能去五 应该没有桃了 干凝死了 干凝 大家看干凝有的桃 并没有吃啊 这个内奸确实也比较生气啊 这个主公直接坑塌凉血 收反贼 这个时候就剩老公公和儿媳妇了 大家看到没有 徐玉有孙权有贾许 这反贼任务真是很难赢了 然后大家看 给连起来 然后杀一下徐玉 看看你有没有机会带走徐玉 秦强这回不知道有吗 秦强没有桃了 带走徐玉了 即使带走徐玉 现在还是非常难打 就看看这个闪电给力不给力啊 现在你说反对杀谁也不好杀 怎样强腿主了 你杀小桥 小桥残主是一样的 还得主补盘 所以还不直接强腿主了 把秦强挂武器装备 但这没有出杀 这一个单挑小王子 还有一个忽悠装备的 还有一个玩杀阁 这非常难打 杀这个肯定是不能闪的 把装备给忽悠走 你说有法证忽悠装备 然后你还没距离 想杀谁杀不到了 非常被动了 这边是继续杀主 这还是不能闪的 青龙咽咽刀 然后继续给小桥补盘 看看能不能来什么给力的开 我们搭这个桃子 还是很给力的 这个时候不能吃桃子 吃桃子你的技能就效率降低了 这时候小桥不怕闪电 然后这好像是个黑闪电 家居也不怕 就看孙权发证了 孙权肯定是有闪的 这个主公和小儿媳妇 其实都是纯白宝 这孙权一个单条小王子 就很厉害了 孙权大指头继续杀 杀孙权 孙权现在还是不能闪 非常有可能就被完杀了 因为他这一开乱舞 孙权是有距离的 大家看这法证 法证操作非常亮了 百章万念七发 给了贾许 这就是增大了贾许完杀的概率 这个操作是非常亮的 这应该是个红闪电 不是黑闪电 然后看看贾许杀 这肯定还是不能闪的 你轻能叶月刀 然后你让闪要留着防万念 好的好的 小桥有无限可递 这个非常给力 谈法证 然后坑贾许递取 开大 手里这三张牌非常给力 杀闪桃 要不然就贵了 孙权这还有距离 这果断傻 他也有距离 幸好他没有杀 他们都有距离 这一个乱舞要都有杀 这就真是贵了 现在就一雪吊着 来了一张桃 贴索 结果先制衡 哎呀 这重铸非常给力 来了一张决斗 不知道孙权有没有逃了 很给力 这手牌来得非常给力 一张红乐 一张黑乐 全部给贴上 这就非常给力了 然后看小桥 有没有什么作为 火宫贾许 这是非常正确的 贾许的丸杀 还是非常bug的 心权 心权非常悲剧 刚才就只有一个杀 给出了 黑桃酒 那孙权太悲剧了 中间了 这个时候 由于这个红乐的贴上 导致贾许的丸杀 就不太可能了 然后现在主中方 就进入优势局了 这个马上 当然贾许的存在 如果孙权不及时 回来回上学以后 还是很危险的 现在手里没有闪 这是非常危险的 又来一张红顺手 这孙权手牌 真是非常给力 就红顺手 红乐 贪贾许 不能再贪主公 再贪主公 胜一选了一会真挂了 吴东生有 这个时候主公 还是很危险的 就看这个人王队 能不能扛住 小条还是很给力一杀 直接带走嘉许 这排整局 我感觉大家打的 都是非常精彩的 然后最后就是 武列帝和他的 儿媳妇小条 今天一位四 大逆转 但是非常精彩的 其中一些细节 大家希望人能注意到 好了 今天给大家录到这吧